这小家伙又遮什么医院 咱们家宝宝昨天晚上唱了什么歌 当然是市场只有妈妈好了 明明唱的是爸爸去哪 我上班去了啊 老公开车慢点啊 好嘞 老公 老公 你快回家 我肚子痛得要命 老公别等着 别着急 我晚上回来接你送去医院 大哥 大哥停车 爸爸忙了 怎么了 我儿子该飞养了 流了好多血 我等了半天也没有车过来 你帮帮我救救我儿子吗 你这里处理吧 我还有急事 大哥 我求求你帮帮我吗 今天我和老婆带着儿子 出在跨山 都要完雪路太滑 他摔下山芽 我老婆去村里找人求救了 我在这里等路过的车 这边就开车 他这人只要十分钟 我儿子在大路一会儿就没命了 你帮帮我吧 我如果送他儿子去医院就十分钟 再回来救了 我来回到二十多分钟 我老婆一个人在家 明明帮他 他也没想 你儿子在哪里 就在那下面 现在我带你去 就在下面 我小孩就在这 我跟小孩就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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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 我前进去医院 晚上到医院了 老婆 欧如姐 你说真结合 二哥 你老婆怎么了 我老婆给你找我 听话你就是这 咱俩我们就直接送他来医院 喂 老婆 你说什么 声音大一点 我听不清楚 我马上回来 你再接近会 大哥 谢谢你 你真是好人的 你放心 好人也好 你老婆肯定会在这儿的 快进来 你现在干嘛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你想要不要这手术吗 就给医生就好了 我要不去的话 我怕我一辈子不安心 大哥 别担心 你老婆会没事的 老婆 这怎么回事 老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要感谢这个大哥 是他开车把咱们儿子送进医院 救了咱们儿子 大哥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们今天算是遇到好人了 嗯 老婆 怎么回事 老公 是他救了我和孩子 啊 我刚刚到村子里去找人求救 刚好在外面听见这个孕妇难产 我看他胎位不正 如果不接受专业的接生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正好我是一名妇产医生 我就帮他接生了 来 看看你的儿子 谢谢 谢谢 你救了我们船子 这都是应该的 其实当时 我真的非常犹豫 不知道是先救孕妇 还是先找人救我们的儿子 还好最后一刻 我没选错 当时你爱人向我求救的时候 我也非常犹豫 我不知道是该先回来救我的爱人 还是救你们的儿子 幸产 幸亏最后你们都做了正确的选择 不管多疲惫 只要推开家人们 总会有一股暖流 温暖我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面